再來看高雄的中郵臨風笑 在吹雜 團出大量的五年目 市政府設了AI混沌 亞上的感控系統順便發現 高雄市的傳播叫去掛著 也認定說中郵違反恐有法 上座可以獲五百萬 雜荷報明兩點外 感控系統的外賓出現宜中 那是風景 那是真出的火 原來是燃燒茶木火 旁邊圖紅色的風景 就是跳出真出的白煙 擺出的地點就在中郵的高雄鴻燃燒茶 現場的國家更加驚人 中郵鴻燃燒茶來臨這支金流塔 全部給白煙帶到的 來自發生在這幾個月十何 當時春來金流塔建立循環的時候 發生意想 經濟把火器擺到燃燒塔 刪生在明顯力中的烏連物 清油裂解程序起爐後 金流塔建立循環時發生異常 緊急將廢棄排斥燃燒塔處理 自產生明顯力中的污染物 違反空無法三十二條規定 共識環保教授當前在 高雄鴻燃和林芳鴻燃燒 建立混沌壓上感控 還有地肥變適系統 將鴻燒燒鴻燒 這次也是透過這個系統 抓到中郵白費器 A.I.系統針對黑炎火光 可即時進行影像判研 並同步推播平臺 提供機查人員第一時間 進場查核違法試證 這個系統有很多台列壓到 二十四點間降空 也會把壓上揮傳 可以讓鄉州警員 破斷到最新的狀況 是比起用到現在 已經抓到中台污染處理的 案件二十七個 開發的金額一千五百多萬 依照鴻燃鐵名叫款 更不得